白云在练成有情之剑后 接受了柳生一剑的挑战 来到天山雪岭与其展开生死决斗 两人拔出长剑即将动手之际 小莲感到阻止了两人 她心知柳生一剑也练成了有情之剑 白云此战有死无生 于是将真相告诉给了白云 你爹的画像 你爹的剑谱 还有我对你的感情 全部是为了让你变成燕被飞 然后和柳生大哥决斗 了却他多年来的心愿 小莲说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并强调她是柳生一剑的女人 以后会和柳生一剑回到大漠生活 得知心爱之人一直在骗自己 白云的心境瞬间崩塌 掉落了有情之剑的境界 她不停地挥剑披向柳生一剑 犹如五岁的志同毫无章法 浑身上下充满了破绽 柳生一剑要的是势均力敌的战斗 要的是使出有情之剑的燕北飞 而不是如今挥剑乱砍的白云 她要等白云变成燕北飞 再和白云一决高下 随后柳生一剑带走了小莲 留下了犹如废人一般的白云 我不想欺骗白云 不想再搓下去 你这么做对白云毫无好处 就会把她伤害得更深 那我该怎么做 柳生一剑恋的是有情之剑 她也深爱着眼前的小莲 事到如今也只能另想她法 为了让白云重新和她决斗 柳生一剑决定刺激白云 她故意当着白云的面 出言侮辱贬低燕北飞 还毁坏了燕北飞的衣冠 本以为能激怒白云 就是不愿与柳生一剑动手 柳生一剑一剑不成又生一剑 拿出了一只粉红色的耳环 说出杀死莫仇母子的不是别人 正是她柳生一剑 白云得知真相怒火中烧 却并未对柳生一剑出手 她想到了报复柳生一剑的最佳方式 柳生一剑万万没有想到 白云会用这种方式报复自己 恼怒不已的柳生一剑 将白云带去山洞关了起来 要和白云抵拼耐性 数个时辰后 柳生一剑抓来的李迈 用李迈的性命威胁白云 要白云答应和她决斗 李迈我对不起你 我无能为力 白云我们是好朋友 你用不着向我道歉 岂有此力 为你死无权是 李迈为了白云甘愿自吻 彻底激怒了柳生一剑 柳生一剑将怒气发泄在了李迈的遗体上 她就不相信 想不到办法让白云屈服 夜晚降临 小莲偷偷来到山洞 打开了白云的手料脚铐 催促白云离开中原远离是非 到一个柳生一剑找不到她的地方 白云并没有听小莲的话 她来到武当找到了苍木 将最近发生的事情告诉给了她 苍木指出白云和柳生一剑一样 恨才是她的根源 你恨柳生一剑 杀你妻儿朋友 利用小莲欺骗你的感情 你为了向她报复 所以你始终不肯出手 这一切一切 都只因为你的眼里只有恨 白云文言若有所思 询问苍木她应该怎么做 苍木用了十二个字提点白云 万物有爱作妄一切荣于自然 白云口中念着这十二个字 不知不觉来到了渔村 渔村的村民知道白云是秦百川的朋友 对白云各种嘘寒问暖 白云被村民的朴实善良感动 来到一处空地反思了起来 她回想过往发生的一切 发现自己如同仓墓所言 心中只有恨和报复 还未等白云想通一切 一个村民将一封信交给了白云 白云看到信的内容脸色大变 连忙动身赶去了七星楼 发现七星楼被屠露一空 而这正是柳生一剑的杰奏 随后柳生一剑来到武当 对着武当弟子大开杀戒 就连德高望重的仓墓 也被柳生一剑打成重伤 盘坐在地奄奄一息 白云感到刚好目睹了这一幕 你一定会的 认识你的人我要杀 不认识你的我也要杀 仓墓见白云到来 重新说起了那十二个字 表示柳生一剑只有恨和杀戮 白云一定要阻止柳生一剑 不要为了心中的恨 执意报复柳生一剑而不出手 画面来到渔村 柳生一剑化身杀人狂魔 对着无辜的村民大肆吐露 白云感到阻止了柳生一剑 保住了最后一家三口的性命 柳生一剑露出了玩味的笑容 说出白云要逼他发疯 他就发疯给白云看 他要不停地杀人 要白云求着和他比动 我现在就要跟你决斗 白云答应三天后 与柳生一剑决斗 柳生一剑大笑着离开了渔村 随后白云回到了七星楼 发现陆尹峰因为带着新小月去看大夫 反而逃过了柳生一剑的徒路 三天之后 白云应约来到决斗地点 即将与柳生一剑展开最终决战